第三千三百六十六章救院 给白月老祖敬酒的人太多了 柳无邪混迹于人群之中 坐在一旁的雕员还有书天纵等人来回打量 以防有人对白月老祖不利 当雕员目光落在柳无邪脸上的那一刻 顿时站起来 老雕 发生什么事情了 坐在一旁的书天纵小声问道 老雕的举动 也引起了同桌其他时刻的注意 包括白月老祖在内 促时到目光 洗刷刷地朝柳无邪看过来 面对众人的目光 柳无邪没有选择闪避 他已经找到书天纵的下落 又成功封锁大殿 无需再做隐藏 小子 你怎么也在这里 雕员阴沉地说道 虽然一年多未见 但柳无邪的模样 深深刻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当日如果不是柳无邪 他们三个早已拿到昆蓬蛋 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 柳无邪反问一句 周围那些时刻面面相许 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能感觉出来 这中间隐藏着什么秘密 尤其是老雕 见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释放出惊人的杀气 他们十年谋划 因为柳无邪 最终功亏一亏 小子 你到底是谁 为何出现在我的寿辰宴会上 白月老祖也察觉到不对劲 冰冷地朝柳无邪问道 前往昆蓬岛 他也是其中之一 面对昆蓬王的攻击 雕原借助灭神与成功逃离 突然见面 着实让他们三个震惊不已 他们飞行了一年时间 刚回到陵延山几个月 柳无邪就出现了 这未年也太巧合了 最为关键 柳无邪是如何回来的 普通的神将近 十年也未必能飞回来 当然是来给白月老祖贺寿 面对白月老祖的质问 柳无邪脸上依旧挂着 人畜无害的笑容 搞得周围那些时刻一头雾水 只有白月老祖 调言他们心里最清楚 柳无邪此番前来 绝对有什么意图 既然小友是来祝寿的 老夫欢迎之至 请小友落座 今天是自己大寿之日 白月老祖强忍着内心的怒火 心平气和地说道 让柳无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李说的没错 助手已经结束 接下来就要说正事了 柳无邪并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而是将酒杯放在主桌上 这一举动 彻底激怒了雕原 还有白月老祖 小子 你竟不是好歹 站在一旁的书天宗忍不下去了 说完还拍了一下桌子 书天宗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柳无邪说完 拿出京士皇主年轻时的画像 今日前来 主要是找书天宗报仇 遇到白月老祖根雕原 纯属巧合 看到金氏皇主画像的时候 书天宗一头雾水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谁还能记住 金氏皇主创立金氏皇朝都有几万年了 眼前的书天宗 少说也活了几万岁 估计早就忘记了金氏皇主的存在 小子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书天宗果然忘了 既然你忘了 那我好好帮你回忆一下 当年此人把你当成好友 谁曾想 拍卖会结束 你背后偷袭 将他重创 幸好他命大 侥幸逃脱 你却杀光他的家人 无奈之下 他只好逃离了天狱 苟且偷生 关于他们之间的恩怨 柳无邪多少知道一些 被迫无奈之下 才逃往下三狱 开创了金氏皇朝 他还没死 书天宗眼眸一缩 终于想起来了 既然你想起来了 他是谁 现在跟我走吧 不要影响别人的寿臣 柳无邪不希望这里大开杀戒 让书天宗自己跟他离开 坐在旁边桌子上的田家主 此刻一脸蒙逼 没想到柳无邪也在这里 哈哈哈哈 书天宗突然仰天大笑 被柳无邪一番话逗乐了 且不说那个人死没死 就算没死又如何 他现在可是顶级神军镜 早已站在下三狱巅峰 身边还有一堆朋友 柳无邪不过小小神将近 竟然口出狂言 刁元还有白月老祖没说话 但脸上的表情 足以说明一切 没有将柳无邪的话放在眼里 小子 你破坏我们的好事 今日主动送上门来找死 那就休怪我们狠辣无情了 刁元朝白月老祖使了一个眼色 说完一掌朝柳无邪拍过去 打算活捉 今日是白月老祖受臣 不宜见血 等抓住柳无邪 再慢慢炮制他 我本不想杀你们 既然你们自己找死 那就怨不得我了 柳无邪说完摇了摇头 周围那些时刻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他们不知道柳无邪的底气从何而来 这小子不会是个疯子吧 在这里胡言乱语 同桌的环有几名时刻 他们修为不低 全部退到一旁 不愿意参与进来 主桌附近 很快腾出一块空地 方便雕原出手 站在一旁的书天纵面色阴沉 当柳无邪拿出金氏皇主画像的时候 不知道为何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的实力 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退到远处的田家主小声说道 语气中透着一丝无奈 还没等周围的人朝田家主询问 柳无邪反手也是一掌 啪 冲过来的雕原身体不受控制 被柳无邪一巴掌扇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大殿的地面上 撞得头昏眼花 突如其来的一幕 打得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包括白月老祖 还有书天纵等人 嘶 一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响彻大殿 每个人脸上 充满着不可置信 好快的速度 雕原竟然没有避开 他们只看到雕原被先飞 却没有看清柳无邪是如何出手的 估计是雕原大意了 才被这小子偷袭 聚集在大殿周围那些时刻 还是无法接受 堂堂顶级神军镜 居然被神将近先飞 田家主 你刚才说这小子不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这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认识他 雕原飞出去后 站在田家主身边 这些时刻连忙出言问道 连远处一些修士 都投过来好奇的眼神 田无风就是被他一招控制 田家主嘴角苦涩 什么 这个消息 让周围那些人 竟然如遭雷疾 田无风虽然不是顶级神军镜 在临延山也是顶顶大名 能一招将他控制 此人修为 最少也是半步灵神镜 刷 柯同还有 舒天宗同时抽出兵器 左右夹几 将柳无邪困在中间 白玉老祖站在柳无邪前方 舒天宗站在右侧 柯同站在左侧 柳无邪身后是大殿 倒也不担心他会逃走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今日在我寿宴上伤人 休想活着离开了 白玉老祖浑身鼓荡 恐怖的气息 喷涌而出 这里是白月山 他的地盘 就算是那些超一流宗门 也不敢轻易踏足此地 除非是灵神镜 我要带他走 谁敢阻拦 杀无赦 柳无邪不愿意 跟他们废话下去 说完只向右侧的舒天宗 这个时候 雕原从地面上站起来 他的左边脸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道星红的掌印 来人 将他给我拿下 大殿中还有不少白月山高手 白月老祖一声力喝 几十名高手从暗中冲出来 一部分是白月老祖培养出来的高手 一部分是他这些年招募的强者 冲出来的这些人将柳无邪团团围住 无情的杀意 肆意的弥漫 前来祝贺的时刻 全部退到了大殿角落 那些周椅 也被白月山普通地子磨开 刚才还是空旷的大殿 变成了一块空地 大殿被禁锢了 我们无法出去 一些时刻想要离开大殿 将这里的消息传递出去 突然发现大殿被禁锢起来 外面的人禁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此话一出 四周又是一片哗然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可以封锁整座大殿 打算离开的那些时刻无奈之下 又返回原地 小子 拿命来吧 百月老祖召唤出来的高手 手持兵器 一股脑地扑向柳无邪 这些人格格都是凶悍之辈 拥有以一敌二的能力 其中几人修为极高 达到了高级神军镜 面对这样的阵容 纵然是顶级神军镜 也只能避其锋芒 此 柳无邪杀星大起 即出破日剑 台剑术凌空施展 无边的剑气 肆意激荡 谁也没有看清楚柳无邪是如何出剑 漫天的剑气 像是镰刀一般 疯狂地收割 吃吃吃 冲过来的那些高手 犹如麦子一般 不断地倒下 请客间的功夫 地面上躺着一层尸体 望着自己的幕僚 还有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高手 被柳无邪杀死 白月老祖星都在滴血 这些人是他们白月山的根基 如今全部死去 白月山的地位 也将一落千丈 站在一旁的书天纵 还有刁园等人 一脸金巨之色 换做是他们 都无法做到一招即杀这么多高手 到你们了 杀戮既然开启 柳无邪就没打算罢手 阻拦者全部诛杀 站在远处的田家主 此刻一脸庆幸之色 幸好关键时刻 斩杀田无山 亲自上门给柳无邪赔罪 第三千三百六十七张炼致灭神医 面对如此强势的柳无邪 白月老祖竟然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一步 他们修为不低 此刻竟生不出对柳无邪出手的勇气 刚才那汗是无皮的一剑 击溃了他们的道心 让他们心生恐惧 道你们了 柳无邪一字一顿地说道 刺骨的寒气 弥漫整个大殿 昆蓬族于他有恩 自己又修炼了昆蓬族秘书 近日就了结了他们 以防十年后 他们又会前往昆蓬岛 盗取昆蓬蛋 我们一起上 白月老祖朝叼远点了点头 仅凭一个人 很难击败柳无邪 只能大家一起联手 才有一线机会 舒天纵还有柯彤 从后方包抄过来 准备暗中偷袭 冲天剑 山岳掌 各种华丽的御神术 一股脑地朝柳无邪招呼 泰然的气息 冲向大殿四周 导致整座石殿 正在不断地晃动 随时都能坍塌 柳无邪境境地站在原地 任由他们攻击自己 仿佛自己成了一个局外人 你们的力量太弱了 跟封神格那些顶级神军长老相比 白月老祖他们太弱了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连敌是那种强者 自己一掌就能拍死他 何况是凋元他们几个 举起右手 突然猛地下压 轰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天穷陡然压下 冲向自己的白月老祖 还有凋元他们四个 直接被柳无邪碾压在原地 身体叠了一个狗吃屎 好恐怖的实力 退到远处的时刻 已经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面对四名顶级神军竟围攻 柳无邪依旧只用了一招 就轻松将他们控制住 吐沙压制住他们后 柳无邪手指一点 刺骨的寒芒 钻入他们的体内 啊啊啊 顷刻间的功夫 四人体内的法则 全部破碎 一身修为 腹诸冬流 感受体内的生命之气 不断流失 白月老祖发出低沉的吼叫 却没有任何办法 一步步走向舒天纵 每走一步 那些时刻的心脏 就跟着跳动一下 站在舒天纵面前的那一刻 舒天纵突然坐起来 发出凄厉的惨笑声 没想到我舒天纵纵横一事 居然落到这副下场 可笑啊 可笑 修为尽费 就算今日柳无邪不杀他 也很难走出这座大殿了 痴 破日剑斩下 舒天纵的头颅 鸡里咕噜地滚到了大殿边缘 一代萧雄 终于萧亡 金氏皇主 你的遗愿 我已经帮你完成 柳无邪喃喃说道 奇妙的一幕出现了 第一元神顿时一清 让柳无邪浑身舒泰 答应了金氏皇主 意味着命运上了一道枷锁 如果不能完成 这道枷锁会一直束缚着他 他是柳无邪 人群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临延山地处偏远 下三遇消息很难传到这边来 最近下三遇发生了许多大事情 比如风神阁陨落 黑龙门覆灭 每一件事情 足以轰动天下 就在几日前 柳无邪覆灭风神阁的消息 传到了临延山 只不过知道的人极少 收到消息的人 只知道柳无邪这个人 却不知道柳无邪长什么样子 柳无邪刚才说话的语气 还有展露出来的手段 跟传回来的消息 几乎一模一样 这才确定眼前的年轻男子 正是柳无邪 谁是柳无邪 周围那些时刻 纷纷探出脖子 朝刚才开口说话的修士问道 被问道的修士不敢隐瞒 将下三遇最近一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一五一时到初 风神阁覆灭了 还没等这名修士说完 四周传来阵阵嗡鸣声 临延山虽然偏远 但风神阁的地位 他们却比谁都清楚 那可是下三遇第一大宗门 居然一天时间 就被人从下三遇抹除 而覆灭风神阁的那个人 此刻就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如何不惊 如何不惧 对于四周的议论 柳无邪充耳不闻 走到雕原面前 当年他们三个能从昆蓬岛离开 全靠雕原拿出来一枚灭神语 柳无邪至今记忆犹新 灭神族已经灭绝 世间遗留下来的灭神语 极为罕见 雕原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获得一枚 伸手一招 雕原的除物戒指 落入柳无邪掌心 强行抹除雕原的印记 后者喷出一口鲜血 随后倒地不起 神室进入其中 一番寻找 果然找到一枚完整的灭神语 仙界的时候 倒是遇到过灭神语 不过那枚灭神语 跟这枚无法相提并论 好东西 柳无邪不动声色地将其收起来 目光打亮四周 发现周围那些时刻 不敢正视自己 纷纷低下脑袋 接着又收走了白月老祖根科同的储物戒指 做完之后 大摇大摆地离开大殿 直到柳无邪彻底消失 守在大殿一侧的那些时刻 这才纷纷吐出一口浊气 一些胆小之背 吓得尿了裤子 大部分坐在地面上 大口喘息 可怕 他太可怕了 众人一脸心有余悸 以柳无邪的修为 完全可以将他们全部抹除 等了约莫展查时间过去 那些时刻情绪终于恢复过来 目光情不自禁落在 还没死去的白月老祖跟科同两人身上 白月老祖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你抢我妻子 杀我儿子 还给我发败帖 你可知道我每天都恨不能将你千刀万剐 如今白月山高手尽数死亡 剩下那些普通弟子 翻不起大浪 跟白月老祖有国恩怨的修士纷纷站出来 之前碍于白月老祖的实力 敢怒不敢言 不到片刻功夫 白月老祖还有科同他们几个 就被乱刀分尸 一日之后 柳无邪回到了临延山 他要在这里休息一天 等恋化了灭神宇再继续上路 单独租下一座院子 寄出乾坤室 随后步入其中 盘西坐下 伸手一招 灭神宇漂浮在他面前 除了灭神宇之外 这次白月老祖大寿收取了大量的贺礼 这些贺礼如今全部便宜了自己 灭神宇看似像是一根羽毛 却坚硬无比 柳无邪轻轻一化 空间竟然出现了一道裂缝 该炼制什么好呢 柳无邪陷入沉思 灭神宇作用太多了 既可以炼制成空间法宝 也能炼制成神兵利器 如今有神秘碎片 完整版的混沌战斧术 打神鞭 抬剑术 东黄神鼎 以及神形五掠掌 足以满足他现在的需求 修炼法门有太荒吞天爵 万君碧雷顿 神魔九变 炼丹术有天惊奇丹路 玉灵术 配药师 均已达到大成境 炼制灭神医吧 可以借助灭神宇中的能量 穿梭于空间 以后遇到危险 可以第一时间逃走 柳无邪思索再三 决定炼制成灭神医 雕原当年能逃出昆蓬岛 全靠着眉灭神宇 炼制灭神医 不是那么简单 还需要其他材料 如今柳无邪最不缺的就是材料 从风神阁 飞龙门 以及白月老祖他们身上 搜刮了大批材料 如今都派上了用场 祭出混沌神火 将灭神宇包裹起来 受到混沌神火的影响 灭神宇竟然在不断挣扎 没想到雕原炼化了这么多年 只炼化了三分之一左右 柳无邪意识进入灭神宇后 发现灭神宇中大部分区域并未被炼化 在混沌神火的断烧之下 灭神宇中的灭神之力疯狂涌出 好可怕的力量 柳无邪见识过太多的力量 纵然是诸神之力 他也没感觉到畏惧 唯独这灭神宇中的力量 让他心计 时间一点点流逝 柳无邪导也不是很着急 如今下三欲所有事情已了 等炼化了灭神宇之后 便可启程返回天神殿 等待天欲开启 雅伯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一直在太荒世界中修炼 大量的欲神器 以及本源之力冲刷之下 雅伯的修为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加上黑子不断指点 修为一日千里 一晃五天过去 关于柳无邪灭掉白月山的事情 已经在灵岩山传开 在混沌神火五天 午夜不停的断烧之下 灭神宇中的灭神之力 终于松动 吸收 炼化 祭初吞天神鼎 将灭神宇中的能量 全部聚集起来 他要炼制成一双羽翼 灭神宇配合昆蓬羽翼 他的速度 将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 纵然是顶级灵神境 也未必能追得上自己 柳无邪双手结印 大量的材料 融入吞天神鼎之中 这些材料接触混沌神火后 轻松就被溶解 下三玉这两年来 虽然没接触过神麻炼器术 但素娘阅读了大量的炼器之法 通通注入到主人的元神之中 凭借这些炼器术 足以将灭神医炼制出来 灭神之力不断旋转 很快形成一双羽翼 只有成人巴掌大小 轻轻煽动一下 吞天神鼎中的混沌神火 竟然暗了不少 这灭神医的力量 要比我想的环耀强大 柳无邪暗暗说道 随着融入进来的材料越来越多 灭神医的形态 终于显露出来 薄如禅翼 就算是穿在身上 也感知不到它的存在 只有激发灭神语中的能量 才会显露出来 混沌神火 助我最后一臂之力 柳无邪一声力喝 混沌神火陡然冒出 将灭神医包裹起来 反复锤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Q